对于许欣来说 2013年是他无法忘记的一年 这一年 年初 他第一次登上了南丹世界第一的宝座 并帮助中国南拼拿到了世界杯男团的冠军 他还拿到了那一年亚洲杯的冠军 是拼赛的季军 同年10月份 他还战胜了奥恰诺夫 萨姆索诺夫等人 拿到了自己第一个三大赛的冠军 不要小看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要知道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男选手第一个左手世界冠军 而且他是直拍选手 在当今这个横拍选手称霸的年代里 许欣守住了直拍选手最后一根稻草 年底许欣还在国际排联巡回赛总决赛上 战胜队友马龙后 成功未免了南丹的冠军 他也是继马龙之后 第二个未免该向赛事的男运动员 所以这个冠军意义也是非比寻常的 小编把2013年称作许欣年也不过分吧 也许当许欣退役的那一天 直拍选手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让我们且看且珍惜吧 下面就让我们从许欣 未免南丹总决赛的比赛开始讲起 这次总决赛是在极具异域风情之都 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中国队员 还集体感受了一下西亚的文化和饮食 马龙的造型有没有惊艳到你 好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 这是两人第二次在总决赛迪决赛中相遇 早在2009年 马龙就是踩着许欣成为第一个 未免总决赛男单冠军的运动员 四年之后 二人卷土重来再次双双打进决赛 比赛开始后 许欣率先进入状态 他积极主动进攻 压制住了技术全面的马龙 先胜一局 并在第二局取得了5比2的领先 马龙及时调整状态 加强了对前三板的把控 并在两人的相持上占据了优势 他也逐渐将比分反超并拿下了这一局 随后两人各自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分别在胜一局 双方将进入天王山的较量 突然间一个点就断出 马龙贴法球 又是一个直线调动 我想对马龙的 突然 我都拉错一个 对马龙贴法球 对马龙贴法球 哇 側开了很可惜 感觉跑动的比前一场更积极 更多侧身出现 又是正手的反拉 反手小心 哇 手没有拉中 对 再 结果四人发球 镇守的对攻 这一次要打马龙 镇守的处理 好 掉中 对 对 应该是要 马龙贴法球 马龙先来发球 镇守的抢攻 对马龙贴法球 对马龙贴法球 好 断球 对马龙贴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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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包的地板 就把脚都带得非常开 水星在赶过去的情况下 等于反手有多 对马龙贴法球 对马龙贴法球 哇 这个 偏高的球 哇 这个没有攻击 就是 再攻击 是最好 最恰当的技术 对马龙贴法球 出台球 出台球 现在马龙贴法都退台了 可以说是一个 对 快速的拉球 好球 最后还是洗衣 总能不能再做一个尝试 好 先拉球 以为出台球 那赶快认罪上去 对 一个就是 6 7 不管 洗衣 怎么拉球 搞不好发球 7 7 2 又追了一分回来 我们来会利用一些吊动 7 8 7 8 又太重了 小心 再次发球 叉笑的 对 好 叉笑 哇 这个好像 好像是 我们可以先预测的到 大家洗衣 随着许心发球之后的暴冲出击 马龙在两局军事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顽强地扳停了比分 双方来到了天王山的较量 两度领先两度被马龙搬回 这一次许心变得更加果断 他也在开局就取得了5比2的领先 并在战术上成功压制了马龙的还手 他也比较轻松地拿下了天王山的争夺 毕竟马龙是胜率之王 想赢他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第六局的比赛 马龙也无比0打出了梦幻的开局 并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三度落后又三度将大比分追平 对马龙来讲就是必很大的杀伤力 马龙改变了发球方法 不过这一分还是有取清楚拿下 还是要利用攻击的战术 但是呢 你上手抢攻的机会不多 好就这样正拍车的反拍 七局大战 发球过场 过去两位选手在国际赛上有4次 还是搞跑发球 随着许欣反手横打出界 马龙在将比分扳平后 双方不得不进入决胜局的较量 放下包袱的许欣 在开局很快6比1领先锁定胜局 在许欣10比3领先后 马龙一看取胜无望 还退台和许欣一起打起了表演赛 让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 好 往直线 这个就是对角线的正手位 还是出界 哇 非常不利的 策略给守住 对 在喜新能够节胜级的当中 位置没有控制的理想 哇 这个前面被防守了 自己也觉得要要 现在明显 还是正手 接发球这部分 应该做一些调整 对 还是百短而已 还是没有机会攻击 有事有取心 掌握主动 这第二个发球 哇 这个应该有点放弃在表演 对 要打表演了 这个马龙呢 退台放高球 喜新联系杀球 哇 这个是 要能表演也要 非常有手感技巧 对 可能会换球桌 现在已经打到 哇 那裁判要怎么去计分呢 哇 这个是 马龙说这个球我赢了 哇 要怎么去看 哦 这个分数 呃 观众也懂不清楚啦 对 分数裁判主审是给了许昕 这个球 两位选手 这个 由于胜负已经明显一定了 所以 打的是比较 呃 喜新获胜了 没有啊 还是重新打 对 哇 直接马龙呢 随着马龙反手回球下网 许昕也踩着马龙 未免了总决赛男单的冠军 抱了四年前马龙踩着他 成为第一个未免总决赛男单的运动员的仇 历史总是那样的相似 我们不得不感叹一下 竞技体育真的很奇妙 最近呢也连续第二年 在年终赛的男子单打项目上面 拿到了冠军 完成了二连霸的任务 也成为了年终赛史上 第二位能够残联男单冠军的 呃 球员 那前一位呢 就是马龙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